1927年的8月1号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历史舞台 再过两天 2017年的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走过 整整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9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 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 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成为文明世界的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今天上午9点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将在我军的诸日河基地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也是人民军队90年来 第一次为纪念建军 而专门举行的阅兵活动